So Hello John 今天的話要來跟大家分享選擇相機和鏡頭的萬能公式 大家可以試著去按照這個公式去找到你們可能比較適合自己的相機 好買相機的話不外乎就是做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拍照一件事情就是拍視頻 你應該做不出第三件事吧 還有什麼第三件事 好那我簡單來跟大家講解一下拍照和拍視頻你需要去看哪一些參數 OK 首先是拍照 拍照的話我們會需要像素高和連拍速度快 好那再來就是拍視頻 拍視頻第一個主要參考的參數就是像素要低 它跟拍照是反過來的 像素低的話你才有更好的寬容度且有更高的感光度 對你在拍視頻的時候你的畫面視頻畫面才會變得更純淨一點 然後視頻格式當然要更豐富 就好比說要4K啊4K60啊4K120啊或是8K啊8K RAW啊 VLOG CLOG之類的就是要視頻格式和色彩格式要豐富 對它跟照相機其實是有點相反的 好那兩個都想要的呢 那像素通常會是比較適中一點可能在兩千多萬三千萬的這個像素 差不多就是這個適中的機器 好那我們簡單的了解完拍照和拍視頻的這個需求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去選擇我們的相機品牌了 好相機品牌怎麼選 你需要去了解一下這個品牌的鏡頭群 它有沒有辦法完成你未來想要去創作的東西 那假設你今天想要拍人像好了 結果這個品牌它沒有50的可能定焦鏡頭 我只是舉個例子 它沒有50的標準鏡頭或是一些很知名的人像鏡頭 那這個品牌它肯定不是你最主要考慮的一個相機品牌 鏡頭群我們考慮它的豐富性之外 我們還要去考慮它的價格 佳能的RF鏡頭 這個 佳能的RF鏡頭 價格就非常的高 有點貴 通常都是一萬塊起跳 那索尼的G大式鏡頭也通常都是一萬塊起跳 但是索尼它有給你G Master跟小G 大G跟小G 小G的話它畫面成像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有人說RF也可以轉接EF卡口 但是它會加重量 如果它加重量讓你的旅行變得不方便的時候 那你是否要去考慮一下換到索尼 不是說換到索尼 是你一開始選擇的時候就不要選擇它 對 這個就是一個鏡頭群的選擇 幫助你在品牌選擇上可以更直觀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到這個公式裡面了 首先第一個是預算 我們先給固定我們的預算 假設我的預算是三萬塊 那我的使用場景是拍照 我剛才有講到拍照的話 我們主要去看兩個參數 一個是像素要高 連拍速度要快 OK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篩選掉一大部分的相機了 對吧 首先在我預算內的話 可能有加能的R5跟索尼的A7 R4 但是我可能買完這兩台相機 我就沒有錢買鏡頭了 所以我就退一步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去比較 A7 R3A有三千多安的像素 它比EOS R還要高價格 價格這時候就可以去對比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有很明確的清單 去對比這些相機 去找那個像素最高的相機 連拍速度最快的相機 且價格最便宜的 這時候就可以按照預算和使用場景 去選出來可能適合你的相機 好那我們相機選擇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們未來的需求 假設我今天要拍人像 那我可能需要一個標準鏡頭 或是一個中長焦段 且光圈大 這樣虛化效果才會好 對吧 那我們今天選的是索尼的相機 那我們就先看索尼原廠的鏡頭 那我們鏡頭選了一圈 結果沒有自己想要的鏡頭 想要的鏡頭又超過預算 那這時候你可以去考慮一下 選擇副廠的鏡頭 如果副廠鏡頭也超過你的預算的話 那就回過頭去把相機換了 再往下繼續走 好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速的 去篩選出適合你的相機了 好那我再來簡單的 帶大家走一次這個公式 首先是預算 再來使用場景 再來是未來需求 再來是鏡頭的選擇 好假設我的預算是兩萬塊 然後我想要拍攝視頻 那這時候就可以按照 我們前面視頻所說的需求 像素要低 視頻格式要多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可以選擇到 佳能的R6或是A7M4 A7M4好像也可以 但是它像素的話就比R6還要高 那這時候我們就有兩台相機可以做選擇 那我們就可以去思考 我們未來需求的是什麼 假設我是要拍攝Vlog 那我就需要一個比較輕便的鏡頭 好那我們確定未來需求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找鏡頭 那才發現原來佳能的R6 它沒有副廠的鏡頭 而且原廠的鏡頭又很大 有點不太適合拍攝Vlog 沒有副廠的RF鏡頭 只有能帶轉接環然後轉EF的鏡頭 才有豐富的鏡頭群 那這時候R6可能會超出我的預算 或是它不是我心中想要的 輕便的Vlog的相機 那我們就回過頭再去看看 欸 maybe A7M4 欸 A7M4好像不錯欸 它有非常多的便宜的副廠鏡頭 副廠的索尼卡口的鏡頭 可以幫助我很輕便的 拿著相機去拍攝我的Vlog 之類的 就是這樣 公視一套下來就說 欸這樣比較一下 好像是A7M4比較適合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購買A7M4了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整一個視頻的內容 這個是我努力整理下來的一個公視 希望希望希望 希望這個公視能對大家有幫助 對 好啦 那如果這支視頻對各位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關注 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